哈喽兄弟们 今天很开心啊 今天的那个流水的话 已经是成功的突破了五开头了啊 今天流水达到了501 那是分享这个流水之前 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15分了 我也是刚才才回到家 晚上吃完晚饭继续出去的 我是早上7点40分左右出车的 就算8点钟吧 8点到晚上的8点12个小时 现在的话就10点出头 那就14个小时 那除去中间一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吃饭时间 也就是说我今天一天整整在外面跑了13个小时 流水的话才达到了一个501块的 那给大家详细的看一下我的一个流水情况 这个是今天的11月10号 早上第一单58然后第二单51第三单45 然后就是今天晚上拉的最后这一单61块 那除了这四单的话还有 还有就是客户他有一个客户搬运 有将近是好像是35块 还有另外是我帮我朋友拉了一趟货250块钱 所以说这样全部加起来的话就有了501的这个流水 所以说今天的话可能就是在我昨天分享的那个平均值420的话是高于这个平均值的 但是今天我跑的时间的话也是比之前时间又长的 所以说很多朋友一直在质疑 他到底赚不赚钱 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些人是吧 他可以赚到钱 但是有些人他也赚不到钱 这就取决于你是怎么样是吧 自己用多少时间投入去做这件事情的 像我一天投入了将近14个小时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都还拿不到这么一丢丢的回报的话 那我相信谁都是回心的 所以说努力是吧 他绝对是有结果的 所以说明天是吧 肯定又是美好的 明天一天啊 明天我的一个目标就是突破520块钱 大家觉得我明天能够突破这个目标吗 喜欢小春的视频记得点赞 加个关注 谢谢大家 每天给大家分享跑货拉拉的一个心得